鹽熱的小甜 肯定要來上一口酸爽開胃的 番茄酸湯魚 西紅柿跟魚肯定是要準備的 這種黑魚呢 它表面會有一層黏黏的 不用擔心我們用小蔬糖或者鹽 就可以去除乾淨了 因為它的腦袋長在身體上 抽好洗一下就可以開切了 真好甜 其實這一步可以交給豬肉老處理的 不然在取魚骨的時候 我還是有點不放心你們 不然就要像我這樣慢慢的取 你們注意聽 已經沒刺了 所以我選用黑魚是有道理的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魚片裡面還有小吃 然後片這個魚片也是有口訣的 跟我一起念 一二切 一二切 片魚的話盡量不要超過三刀 不然你們可以拿去給豬肉老切一下 反正魚又不是找他買的 切成這樣不要太薄也不要太厚 然後下一點鹽 魚片的話我建議是清洗兩遍 第一遍用鹽清洗 第二遍我們用這個澱粉來清洗 這樣做出來的魚片才會白 特別是用那種炒魚的 洗乾淨就可以 調味呢就簡單的鹽 然後放點味精 去心用的胡椒粉 再用手給它攪拌均勻 盡量攪拌久一點 要給它抓到像這種程度 讓魚片有這個膠質 這樣才會嫩 然後再抓一點澱粉水 也不要太多 不然不會控制火候的話 魚片就會脫漿 會導致很難看的 就是有些人煮的表面粗粗糙的那種 本來熬這個魚湯是要掐掉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還不會熬 所以流程再走一遍哦 魚骨要把它煎成像這樣子澆澆的 不管是冷水還是熱水 都是可以熬出濃濃的白湯的 只要蓋上蓋子開大火 不要懷疑我這個灶台 我一直都是用小火熬的 聽聲音就知道了 我的小火就是你們家庭用的大火 好放好魚骨後 我們再來炒一個番茄的底料 熱油以後下入番茄用勺子這樣子壓 這個番茄千萬不要去皮 那是不對的做法 等熬到出汁了以後 下入一勺的番茄醬 不然光西紅柿的話 番茄的味道是不夠的 這也就為什麼你們在家裡做沒有外面的好吃 沒事齁 我會慢慢的一步一步教會你們 加入魚湯後就要開大火 把西紅柿的味道煮出來 大概煮個一分鐘左右 然後下入鹽跟味精來調味 甜度可能還不夠 所以再加幾個冰糖 還有這個白醋 現在是番茄味比較重 所以酸甜的比例有點失調 這個時候就得加冰糖跟白醋了 熬成像這個樣子撈出來 把它先放入盆中備用 把火關掉 這個湯不能燒開 然後慢慢的把魚片放下去 全部放完以後這個火味要控制好 我們要低溫烹製 這樣的魚片才會嫩滑 而且也不容易脫漿 大概小火一分鐘左右吧 你們看哦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湯的浮沫要給它打掉 裝盤的時候看得也比較清爽 就像這樣子 這個時候你要是喝一口湯的話 相當的開胃 然後就蔥花點綴囉 還有這個白芝麻 再淋入一勺熱油 夠不夠詳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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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